现在我们来到了关西 阿姨要带我们去走桥 桥下面比较凉的地方 然后去消消石 好了 我们下桥了 这个地方以前也来过 非常不错 可以走就好 走吧 反正都是消石 进入本厂所请 务必佩戴口罩 这个都是以前 疫情的时候贴的 看这个桥 我从这边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河边 有很多的鱼 因为它有没有鱼的话 这个就证明了 在这个里面的生态 是做得非常好 你发现没有 这个鱼不一样 不是无国鱼啊 不是的 无国鱼它是变的 我记得有一个古 那个比较老的桥 阿姨 我记得有一个比较老的桥 它是老的保留 这个是新的嘛 没来过 没来过 这地方很漂亮 可以 钓鱼 有钓到吗 对 它不是无国鱼 它身上有个小黑点 是什么品种的鱼 黑点啊 我看它肚子上有个小黑点 那个不是无国鱼 那个是外来种的 外来种的 对 南宝石啊 它叫南宝石 对啊 哇 这么好听的名字哦 嗯 气养的 它养着玩 最后不想养的就丢在这里是吧 漂亮 哦 又钓到吗 刚来而已 刚来而已 加油 多钓一点 我说这边好不好 不要 嗯嗯嗯 但是这边都是小鱼 有很大的鱼吗 有啊 哦 不会吧 我看也都是小鱼 都有啊 哦 来看它两次 好了好了 待会我们转一圈过来 说不定又看到你的收获了 南宝石啊 你知道吗 人家名字很好听 我刚才问过啊 他说是南宝石 对 这个鱼不一样哈 哈 它穿的衣服还是格子的 你看到没有 哈哈 这个鱼好奇怪 你看 那个是大鱼 不是这个 不是大鱼 哦 刚才那个钓鱼的大哥说 他说有有大鱼了 有了 嗯 有地方的 真的有点漂亮 像台湾这种 像这种公园很多 没有 只是平时都带你们走的是景区 哦 景点 很少带你们到这种 很悠闲很悠闲的地方 这样闲逛 像阿姨就比较喜欢这里 嗯 因为他的膝盖不好 他不喜欢爬山 哦 龙啾啾气昂昂火焰山 想到那一次就很搞笑哈 那女老有结伴有 五下风光景眼的时候 也将纯粹地憋空景 嚼受嚼尽 一而闲 哈哈 哇太厉害了 简直是出口成章啊 哎呀我妈她就很在意这个指指甲花 嗯 不知道台湾人知不知道哈 因为她开了花之后 像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 然后就会把那个花瓣哈 然后拿去包指甲啊 然后就会变成有染色了 所以她在指甲花 嗯 所以我妈看到之后她就很 很 就很在意嘛 就勾起一些回忆嘛 嗯 它这个水草的作用就是 然后水花 没那么急哈 嗯 有轻量里面的水 嗯 两块哈 台湾人家生态好哈 嗯 走到哪里都看到鱼啊 嗯 如果生态不好它不可能有鱼 而且我们卖鱼 对对对 生态不好咱 慢慢回归啊 我们那边也会往那边靠 以后也会慢慢回归 这个生态的环境 因为它这个生态的话比较好 它就跟这个嗯 很多生态的话 提供了这个生存的套 嗯 所以我们在任很多地方的话 都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 五百元有没有工 我们在任很多地方的话 就是拿不到工资 拿不到工资 没有办法要跑啊 尤其在建安州 这个很多地方 没有办法要跑的话 这个费多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行不行了 有没有工资 你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长工把钱长了 你做不就不就了 这个人无路的有没有 这个人无路的 就是对你上教育 很长是我事情 很长话 我们人们在五个月的时候 他拔了一半年的工 你拿了一钱 对 在这时候老板那边他就好了 到后来也不得拔一拔 在这时候 这个小王呢 小王找工 在这边找到我们的工资 这个人非常苦乐 他是我内疆人员 长一套走嘴 就是晚上非常馋 用不到钱 一天吃一碗泡面 我的时候就是还给了馒头的 我找人家就是我们刚拿饭了给他吃 真的是馋 是的 就是我一对的农民工来说 我是非常痛心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是有不好表达 我只能够写出四个人来表达 一路风雨走天涯 尖调日雨不延化 一来农牧全班库 库然回首一百花 两个时候空空回到家 起首之前没办法 年老中一辈子 你念他们叫这种 风风雨的叫这种往平骨 到最后来叫这种留挣了一钱 两手空空的回去 我就回到了馒头 你说在那个市场后 你说他们家人 你说那种感觉是啥的感觉 那女人家里叫我说 忘记的时候把钱赠回来 但你回去的时候是两手空空 哦 主要就是啥呢 欺臭子献 他本人拿着又不得办法 所以说的话 我非常同情 人家赢了一个八公里 好了 现场采访一下前面这两位 好的 台湾本地人 嗯 在台湾你们 有听说过农民工这个词 农民工之说嘛 有没有这种 哦 你觉得听起来 这个人家应该是没听说过吧 嗯 完全没有吧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分 对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们那边有吗 我们那边就是有啊 农民工之说 这样不是会把人跟人之间那种 好像会分的阶层四人一样吗 好像是我是农民工出山 啊 另外一边是变成说 我是城市人出山 这样不是会变成那种 有等级的感觉吗 这边 如果分的话都会感觉农民 好像更好过一点 更好命 更有钱啊 如果说土地被征兽的话 哇 要爆发户了 对哦 对我们这边土地是可以买卖 这边没有就没有说什么新闻啊 农民工 没有 农民工进城了 哎呀 农民工那个回家了 我们这边可以炫耀 农民工拿不到钱 我们家很多如果说有人问 会说那你们农民那边 你们家是不是很多土地啊 人家都会想说 我是不是爆发户啊 很有钱啊 是很有爆发户 我们所谓爆发户 是突然就变得很有钱那种 人家有句闽南语叫蚕鱼啊 蚕鱼啊 蚕鱼是什么意思 蚕鱼就是有钱的啦 对啊 就是突然自己家里面什么土地啦 什么山啦 山很多 都可以变卖啊 对啊 然后被政府征收啦 就像我们台湾不是很多什么 那个六家高铁啦 什么 之前还没被征收的时候 那边都是农 都是田啊 种田的啊 一被政府征收 把它列为什么 他们要做成什么 六家高铁的时候 那边全部都是爆发户 好几户耶 嗯 你知道竹北那边不是盖了很多 高楼大家的房子啊 嗯 其实很多大多数都是那些 被征收过后那些土地的人 对啊 他们都变得非常有钱 嗯 差很多啊 你哪有分什么农民不农民啊 对啊 把人家是啊 何必这么分呢 嗯 我们那边就会分 这样子不对的 但是我们自己哈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民嘛 以前从小 比方出去找工作啊 或者出去打工啊 然后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 就自我感觉也会低人一等 人家也会感觉 哦 城里面的 那个城市的 受教育的程度 受教育的程度 哎 他们就觉得说 好像要低人一等啊 不错哦 哎 如果是说你跟人家吵架的话 他们也会骂你乡巴佬啊 人跟人之间都是平等 不是吗 对 但要平等 而且还要非常的和解 所以没有必要去 去安比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啊 这边边人家还要服侍残疾人 嗯 我们边上吵架你 你 我跟你说在这边哈 你说残疾人都已经歧视人家了 都已经 已经都是歧视了 但是我们那边他就是这样啊 嗯 还有什么彩电中心啊 嘲笑人家是彩电中心出来的 因为我小舅不是从三楼跌下来 就是摔了有点带残疾 走路就有点一彩一搏一彩一搏的 然后他们就会嘲笑他 他是彩电中心出来的 就是一彩一点一彩一点 太过分了 就是说很多就是很过分了 然后你内心不够强大的话 你没有办法生存的 不错了 现在我们俩是想过 耳朵人家都要过来 我妈 我妈是鲜明的弟子 好了 是啊 给他发言一下 今天都要笑我喊我笼子 对我妈被朝下的笼子 从下来就喊我笼子 耳朵有点背 好委屈哦 你看我妈被叫了一辈子的笼子啊 现在你看她内心是不是很不爽 是不是 她内心其实是非常不开心的 是啊 我妈也跟人家吵过架哦 她就直接说 你们家你们家 谁是笼子 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要讲我 而且我妈耳朵也不算很笼 是不是 很背 这有一点 我先说这么多 对我说 超容易 你不想超容易 我们很多的 你是法革命的那个 哦 我爸更差 你妈你 法革命的娃娃 法革命的娃娃 第一度 这个娃娃那会有毛病 不理他 法革命的娃娃 我从来 我在我们当地 不是被欺负 很少和人说话 你过年让我说 我的动物 你当时把话说转 那些朝鲜我的人 我没看了以后 到现在为止 我没看了以后 哎呀 今天出来 我们那边 确实你一直穿着 你只要白人的时候 要和你背一只 第二种东西 你还要 最能抄下这个 就是背上那个驼背 就是这样的驼子 然后眼睛有一只的话 像我们那边 就这样讲边画 就是说 只有一边可以看 你知道我们其实台湾 很多啊 我们台湾转变很多 像之前我们其实也确实有这样 小孩子的时候 我记得我过小的时候 我知道有什么叫企致班 可是后来 现在已经慢慢转变了 现在所谓的以前的企致班 已经变成 变成那种特殊教育班 因为企致其实坦白 听起来是不怎么让人家舒服的 现在变成特殊教育班 现在很多小 那个小学国中都是变成这样子 就成绩不太好的 也不是 就是稍微 智商的 智商还不到 对 以前是叫做企致班 现在后来慢慢去改 政府 那教育部慢慢去改 感觉企致这种东西好像不好听 现在就变成是那种特殊教育班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其实哈 说来说去还是就是照顾 台湾这边比较照顾对方的心 心理健康 内心的感受 这个也是以人为本 利他的一种思维 他去 所以说他才会有这些名词 像我们那边的话 人比较自私 他觉得自己说出来比较爽 他说我说话比较直啊 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歧视的语言 歧视的词语 然后 对 现在呢 你常听到什么脑残 哎呀算了吧 那赵本山演的小品不是就有吗 哎呀就很多了 就是说现实当中 其实有时候在看戏当中就会反映出 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一些真实现象 不是 像我刚才说农民工一样 人在种土的时候 那不是农民工收不到钱吗 就是这种现象 但是我倒是希望说将来会越来越好 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在有像现在的话 哎呀很可怕一种想法呀很可怕 以前就是因为我爸的个性也是比较 以别是在一个那种环境中长大的话是有一些偏激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在劝导他 安慰他就是说跟他讲大道理嘛 但是他的理论 包括我们家房租收不回来的时候 他也是以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啊 在网络上就流行了一段话 就是恰恰跟他是非常吻合的就就发现啊 就他这种畸形心理的人原来是很多的 累积好不好 你看我们不是说拿起法律保护自己吗 去因为有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 因为有法律给了我们合法的权益 现在我们那边流行一句话真的好可怕 就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怪胎一个机器 但是你最后发现原来这么多 因为现在大陆那边居然流行什么 防消发了拿起武器 对 以前是那个那个拿起法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所以放下什么 防消发了拿起武器 放下了 对因为最近哈一个法官被杀了 我们家讲吗 对 他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看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哈 其实从评论区 就可以看出很多轰动 也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现象 对社会 对社会都是这种战略 我手上战略 就是 这是也是一记耳光 一记耳光 向亮的一记耳光 知道吗 哎呀这个哎呀很扯远 但是 我们之所以就是讨论这个话题嘛 也是因为刚才我们去农地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就引发了这一段激烈的争取 然后也是一种社会的现象 也是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社会现象 当然说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变得更加的好 全世界都好 对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说我们那边的思维 我们那边的人 更多的到全世界各地走一走 到台湾这一地方来走一走 多了解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老百姓的生活 了解一些人与之间的相处模式 也许可以带到我们那边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吗 其实也不是 其实我们这种也是分享正能量 对不对 诶 唐山帐吗 他也是西天去取金嘛 取了金回来也是造福人的呀 对不对 像我们的话 我们把台湾的所见所闻 如果说带到大陆 带到全世界每个地方 我们当然拍好的地方比较多 拍正能量的地方比较多 让更多人去发现 台湾美好的一面 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是不是很好嘛 我希望所有的这个不良 不良者 放下土豆你的政府 对 对 没错 说得好 今天让他出来走一圈 不要再有什么歧视之类的话 这是其实也是我们平常 就是常常也会聊到一些话 好吧好吧 看一下这大好河山 哦 风印如河 橘子结了好多 哦 结了好多 然后还有就是我爸觉得很惊讶的地方 前几天也是去地主家 其实我们常常出去玩 很多时候都没有拍 去地主家我爸就发现 小小的一棵树结的满满的果实 怎么宝 不管黄金果也好 橘子也好 就是说你看它的树枝 树不是很大 但是它会结很多 它的分支啊 对 很奇怪 它的这个 它产量很高 那个叫什么 这个地方出的是个好地方 哎呀 突然想不起来 对呀 快回去了 对呀 没有好朋友 你让他找人跟年轻人跟这儿 加的这儿都得 哈哈哈哈 那我还记得我们这边有的女人不好 她住屋的城下 可以带到这个 台湾来的话 她是原来的才不来 不来 我跟你说 这种人很多 这种人其实在我们大陆 担很多 喝不了来的 很多 多大陆店银着台湾 也有成功在台湾买房子的 成功不值得我 只能待三四个月 但是 超级八六十年 这是韩级的事 可能我等台湾来说 这是我伯伯拉 现在已经过世了 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台湾一趟 好了不说了 我们有时候说着说着越说越远了 其实也跟大家分享 会有一些感应 就是我们生活的 就是普通的生活日记 我们就是普通人 好了对啊 就普通人 就是普通聊聊天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 看去吃什么好料